你別蓋著頭,來,開開 我現在臉比豬頭腫了 我的聲音還關上了 你不用怕,這就是過敏性反應 你的臉氣粒粒和腫是正常的 不過你記住,千萬不要拋 拋算了就會有痘痘 我不想有人頭變成豬頭 我不想一輩子都變成豬頭 我不想這樣 別這樣 老舌爹,你這麼吵會需要其他病人 其實你的病不要再接近敏感癒 就沒事了 避…我避了一輩子,吃了十多年藥 人家癌症還有機會能治好,我沒有 你的病只可以用藥物抑制過敏反應 現在是不能治的 醫生,你這麼說話錯得這麼交關 我是這間醫院最資深的主診醫生 你說我錯? 當然錯,你怎麼可以當著病人 說病人不能治的 現在沒有藥醫不代表將來沒有 以前也沒有盤廉西林 不是又是人研究出來的 最重要是有人肯研究 他的病絕對有機會康復 是真的嗎?是你 是,我拍心口說只要有人肯做研究 你的敏感症絕對有康復的一天 這麼多事?誰的? 我最近收了一個新的病人 他有化學敏感症的 我想看你能否幫忙找到敏感源頭 你想幫他研發新藥? 如果我想搞分研究藥物 你會不會幫我忙嗎? 你想幫我女病人研發新藥? 你不是對人有意思吧? 你怎麼可以這樣? 幹甚麼? 你是醫生 醫生手則寫明不可以追病人的 我知道,三年之內不可以跟病人發展 放心吧,我一定會遵守這個手則 你不是打算等人等三年吧? 那我可以在這三年之內 專心研究敏感藥物 那你幫不幫忙? 我經常都說的 你不做藥物研究很浪費的 那實在太好了 有你幫忙,這藥物很快就能研究成功 謝謝 我不會死的 我為了芳芳去研究這抗敏感藥 還沒成功 我為了芳芳 我為了芳芳去研究這抗敏感藥 是三年了 我還有話要跟她說 保錡,那就是說 讓你說清楚,你就死得安心了 不跟她說清楚的,我就死得不甘心 姑娘… 怎麼樣? 阿哥,怎麼樣? 阿東怎麼樣? 沒甚麼事 我兒子很孝順 她一定不會吉人天上的,是不是? 她死了 不會,她今早還好地地,怎麼會死? 太太,我很明白你的心情 她曾經是我的醫生 她是一個好醫生,她不會死… 太太,你自哀順變吧 我們幫她查過了 多虧O的器官原口無缺 她生前有一條器官捐贈卡 只要大家同意的話 她依然可以為外人間 姑娘,你有沒有搞錯? 我兒子死了,你又撐住她的器官 沒有,你太沒人性了 我兒子死了,你又死無絕 你沒人性了 你真冷靜 你沒人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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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你查清楚 一時生吵吵,一時說她死了 現在兒子生吵吵不好嗎? 你放心吧,她的情況很好 醫生說這次是一次醫學奇蹟 你安心回去,我會好好照顧她 子兒利,為什麼我兒子睡著了 你謀了她的器官? 其實她當時真的死了 你別再揍我的兒子了 對…一場誤會 好了,我也夠時間回去交人 遲了一定回去給她磨 棟媽,你不是說想回家 煮湯給我哥哥喝嗎? 我們走吧 走吧… 我兒子有什麼事,遺理市民 我會投訴你的 江東見,現在給你打針 你打一側身吧 護士長,可不可以叫那邊的方姑娘 幫我打嗎? 先生,你以為這裡街市買菜 有得選擇嗎?你能打嗎? 我不是這個意思 我有點事想跟她說 我們認識了幾年了 方小方,你過來 你等我吧 什麼事?護士長 你這位先生點名 要找你這個建築護士幫她打針 謝謝你 我建閘而已,轉身吧,別胡說話 看見你真好 轉身吧 我真的很開心 我告訴她,我有話還沒跟你說 如果就這樣要我死 我真的很不甘心 她才讓我回家見你 我總算帥勞 我總算你會放在家裡 我總算你會放在家裡 小方,想要我 我叫你 是 我 健衡 我 我 生意這麼好, 坐到出走廊了 妹妹, 走去哪裡? 進去 大哥 你走去哪裡? 怎麼了? 早安, 阿光醫生 早安, 阿光醫生 早安… 你這陣子都不在 我去診所來做學診室 你不介意吧?比空那麼浪費 是呀, 阿基醫生, 你們學好了嗎? 好得七七八八, 有心 妹妹, 你這樣做會不會不錯? 我一向很中立 病人看中還是看西 看你還是看媽媽, 他們自己選的 不關我的事 如果你介意他們在這裡喝藥 趕他們出去 那不行, 做醫生怎麼可以這麼好治 你們隨便坐吧, 沒關係 招呼不到, 有什麼需要找他 謝謝阿光醫生 今天呢? 明天 是不是看醫生?中醫還是西醫? 我想找江東見醫生 行, 你今天幸好 平時最少等半天的 你先進來吧, 我替你登記 台先生, 第一次來看 盡量給我一些資料 請你吃吧 不用客氣, 你吃吧 台先生, 你有藥敏敏感嗎? 沒有 那你有沒有長期病患 又或者長期服藥的習慣呢? 譬如吃安眠藥 躲到小睡覺 怎麼吃安眠藥? 現在就like和subscribe TVBUSA的官方頻道 就可以即時收看更多節目的精華片段 請進行